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拼到最后 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 而是毅力 关于成功 有很多定律 比较有名的就是荷花定律 竹子定律和金蝉定律 但无论是荷花 竹子还是金蝉定律 它们都有共同的定律 它们有共同的意义 成功需要后积薄发 需要忍受煎熬 需要耐得住寂寞 坚持坚持再坚持 直到最后成功的那一刻 一 竹子定律 竹子用了四年的时间 仅仅长了三厘米 从第五年开始 每天以三十厘米的速度 疯狂地生长 仅仅用六周的时间 就长得高达十五米 其实 在前面的四年里 竹子将根 在土壤里面延伸了数百平米 做人做事应该像竹子一样 福气才会多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说到 大气晚成 最大的器具 往往是最后完成的 隐身的意思就是 能够担当重任的人物 需要经过长期的锻炼 苦其心智 老其筋骨 所以 成就较晚 天道和人道往往都是相通的 天道是大气晚成 人道也是如此 做人需要后继勃发 打捞地基 扎生根 最终才能有大作为 一个人 先要有足够沉淀厚重 才能够爆发 就像楚庄王那样 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积蓄的能量越大 最后才能重就越大 一惊云 乾隆勿用 当自己弱小的时候 就需要避其锋芒 隐藏潜伏 默默用功 低调形式 前期基础打得越牢靠 后面才能够抓住 机遇飞龙在天 也如菜根坛 扶酒者 非必高 扶藏甚酒的事物 一旦展露出来 必定飞黄腾达 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 你弱 你反而安全 你刚强 你反而很脆弱 正如老子道德经第76章所说 人活着的时候 身体是柔软的 死了以后身体 就开始变得僵硬 草木生长时 是柔软脆弱的 死了以后 就会变得干硬枯高了 所以坚强的东西 是属于死亡一类的 柔弱的东西 是属于生长一类的 竹子 就是属于柔软的事物 风一吹 竹子就会摇摇晃晃 但是它不会断 因为它很柔 它很弱 它里面是空的 但是大树呢 它很硬 很刚健 树大招风 风一吹 就会把树连根拔起 同样是一阵风 竹子因为柔就没事 最大的只是摇摇晃晃 但是刚强的大树就到了 木袖雨林 风必摧之 堆出雨暗 流必吞之 行高雨人 重必飞之 越是强势 刚强的时候 越容易造成各方的攻击 如果你柔弱一点 不要那么强势 他人反而没有办法长你 当你懂得主动示弱的时候 他人的强势 就根本没有用我之地 就如同曾国藩所说 别人如果用虚伪来对付我 我却仍然用真诚去回应 时间久了 即使虚伪 也会去向真诚 竹子里柔克刚就像金庸先生 所说的一段话 他强任他强 清风负山岗 他横任他横 明月照大江 他自狠来 他自恶 我自一口真气足 学习竹子那样柔软 柔和一点 该低头就低头 顺势而为 我们才更能够以柔克刚 笑到最后 竹子与梅松 并称 碎寒三有 特别是竹子 越东越不雕 竹之干挺拔 很有节气和节操 古语云 碎不寒 无以之松柏 势不难 无以之君子 即使竹子也是碎寒 而更加显得高风亮节的家务 从古至今 文人默刻 爱竹 永竹者众多 比如 未尽年间的竹林七贤 竹子的空心 挺直 四季青 等生长特征 就像人类的虚心 有节 刚直 顽强 等精神文化象征 所以说做人就应该像竹子一样 该虚则虚 要有韧静 刚柔并记 又彰显高风亮节 如何悟道呢 老子说 静力是心灵的虚静 达到极点 是生活清静 坚守不变 万物都是一起蓬勃生长 我们才能从中考察道的真谛 读懂竹子定律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尽心悟道 竹子懂得后继勃发 与道的大气晚长相似 竹子面对狂风暴雨 依然挺拔 因为他懂得以柔克刚 竹子经历严寒 而依然不凋谢 四季长青 彰显起高风亮节 做人就应该像竹子一样 多沉淀 扎深根 以柔克刚 具有韧性 耐得住挫折和磨难 福气才会更多 二 荷花定律 马云在一次演讲中 提到了荷花定律 一个荷花尺 第一天荷花开得很少 第二天开放的数量 是第一天的两倍 之后每一天 荷花都是以 前一天两倍的数量开放 如果到了第三十天 荷花就会开满整个池塘 那么请问 在第几天 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 第十五天 错 是第二十九天 这就是荷花定律 也叫三十天定律 很多人的一生 就像是池塘里的荷花 一开始用力地开 拼命地开 但是你渐渐地 你开始感觉到枯燥 甚至是厌烦 你可能会在第九天 第十九天 甚至二十九天的时候 放弃了坚持 这时 往往离成功 只有一步之遥 荷花定律 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拼到最后 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 而是毅力 一辈子太长 一秒钟太短 三十天不长不短 刚刚好 1997年 中国电商元年 马云北漂创业 又是挫折重重 有一次 他望着长安的街道说 再过几年 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 你们都要知道我是谁 黄天不负有心人 马云终于等到了互联网发展的风口 1999年 阿里巴巴从高盛获得了资金注入 2000年 又从软银获得了投资 后来 又发现了 C2C这个大机遇 公司走上了迅速扩张的道路 成长到如今 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帝国 马云的这个故事 是对荷华定律的生动诠释 很多时候 甚至可以说大多时候 人能获得成功 关键在于毅力 据说 人这一生能够遇到七次左右的机会 都是可以改变人生的机会 而这样的机会 往往都是 在前期日复一日的投入和坚持中 才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 如果有梦想 就要先动起来 然后坚定不移地去执行下去 三 金蝉定律 锤蕊引轻路 流响出书铜 举高声自远 非是吉秋风 唐代诗人 于世南的一首《禅》 把禅 隐抗高歌的成功奥秘 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禅高远的声音 并不是借助秋风的传颂 借助的是什么呢 借助的是他的自身 他首先要在地下 忍受三年左右的 暗无天日的生活 在这期间 他只能够靠汲取地下的树木的枝叶为生 还要忍受寒气 朝气和孤独寂寞的轻视 直到夏天的某一个夜晚里 他还得一点一点 靠着自己爬到树枝上 最后再经历过痛苦的禅变 变成了一支 能够发出嘹亮声音的枝了 符合这个过程的成功定律 便是金蝉定律 很多人的一生 像是池塘里的荷花 一开始用力地盛开 但是总觉得自己绽放得不够 所以 渐渐地感到厌倦 第十天 第二十天的时候 甚至第二十九天的时候 就放弃了 很多人的奋斗 也像是生长的竹子 一开始毛足了劲 但是由于前面的大部分阶段 都在打地基 所以成效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在第一年 第三年 甚至第四年的时候 选择了放弃 那就更不用提 馋的淡定和坚守了 越接近成功越困难 越需要坚持 无论是创业还是人生 我们缺少的 不是能力 技巧 模式 需要的是坚持和业力 只有坚持量变 最后才能达到质变 才能够突破成功的临界点 取得最后的成功 马云曾说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但是 大多数人死在了明天晚上 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大部分的人 都在离成功一步之遥的时候 去放弃了 中国有句老话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们评价一个人 有时候不在于 他在上台的时候有多风光 而是在于他下台时有多优雅 我们判断一个人 有时候不在于 他看起来有多不费力 而是在于他背后 有多么竭尽全力 关于金庸先生 有这样一句数据 十几年里 写了876万字的小说 平均每天 1411个字 同时 他还得写社论 随笔 准确地来说 他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 平均每天 要至少写3000多个字 至于质量 大家有目共睹 需要强调的是 那个年代 蹭不到互联网的便利 他笔下的历史背景 都是自己翻书查阅所得 如今这便捷社会 我们不缺头脑 资源 技巧 唯独缺的是坚持 和毅力 量变未形成 也就往往走不到质变 欧阳修 选人多读书 多写实 曾经追加了一句 世人缓作文字少 又懒读书 每一篇出 急求过人 如此 少有智者 世人写得少 又懒得读书 没写出一篇来 就像比别人的好 这种超捷径的想法 是不会有前途的 人拼到最后 拼的 不是运气和聪明 而是业力 有次和一位朋友 吃饭闲聊 茶一饭后 我们谈了人生 谈了理想 更多时候则是 在谈自己的工作经历 一番交流过后 我得知 他曾经因为 在公司管理上 做得不够好 疑似用人不慎 险些将他一手 创办的企业 推向万劫不复的处境 不过好在 最后迷途知返 这才化解了危机 事后 他总结自己的 亲身经历和教训 并用非常认真的 口吻告诉我说 身为管理者 一定要坚决铲除 组织内的老鼠屎 因为一粒老鼠屎 随时随地 可以坏了一锅粥 朋友所说 我深有体会 其实早在不久前 我刚接触过一些 管理学的内容 而在管理学上 就有一个名为 酒与污水的定律 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我们生活中常说的 一粒老鼠屎 糟蹋一锅粥 一个烂苹果 坏掉整框苹果 这些俗语 其实都和 酒与污水定律有关 所谓酒与污水定律 就是指 把一勺酒 倒进一桶污水 得到的是一桶污水 把一桶污水 倒进一桶酒里 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 只要污水和酒混在一起 结局都一样 变成污水 这就是著名的 酒与污水定律 人是群居动物 走到任何一座城市 难免会遇到鱼龙混杂的群体 即便你在乡村待着 也要和左邻右舍交往 要去集市走一走 交换生活的必需品 如何避免酒和污水定律 让自己坚持做美酒 而不是污水呢 需要智慧 也需要积极行动 轻者自清 浊者自着 一个厉害的人 自始至终 做一个美好的人 并且率先锤饭 影响和改变身边的人 一 社会上遇到不合适的人 果断离开 人在社会上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究竟根本就是 业园和地缘的关系 因为工作 你走进了单位 遇到一大批同事 客户 因为走进一座城 遇到同样的人 还有小区里的业主 公交车上的同伴 有共同爱好的人等 俗话说 浸珠者赤 浸墨者黑 凭借着一己之力 不能改变周边的环境 那么你就要果断离开环境 孟母三千的故事 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动作 比方说 你是一个技术员 但是在单位上 却从事着门卫的工作 更可气的是 和你一起上班的同事 常常抱怨工作 感觉人生没有了希望了 你应该马上离开 去寻找新的岗位 而不是自愿自爱 还比方说 一个团队里 有一个人品非常差的人 你不要每天都对他说教 而是不去理会他 久而久之他就会被孤立 从此被团队排挤出去 在人多的地方 你既要有接受边缘化 也要有主动边缘化的智慧 你的仙鹤就 不要和李基拳 而是离开那群体 走进仙鹤的队伍 想要混出一点名堂 就要接受优胜劣汰的规则 有本事的人 淘汰不合适的群体 抵触拉低自己的人 二 家庭里发现变质的人 当头棒喝 俗话说都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 血脉关系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并且不得不面对 哪怕你去了外地工作 迟早还要回家 但是没有人保证 所有的家人都是高尚的 总有一些人成了败家子 要么随意花钱 要么挑拨关系 自私自利 就以污水定律告诉我们 对于可以破坏一个团队的东西 需要马上处理 而不是静观其变 坐等对方自然变好 在其产生巨大影响力之前 就遏制了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对于有变坏形象的孩子 要让他多读书 并且引导他做正能量的事情 树立圆他的理想 对于大人 你要采取过滤的方法来改变他 每一个家人都是滤网的一部分 人品差的人就是那一勺污水 经过反复过滤之后 污水也会变得干净 古人云 浪子回头进不换 在省事横眼里 有一个叫过谦的男人 从小就喜欢赌钱 结婚之后习惯不改 复兴过善 看到过谦去赌钱了 就打骂他 断了对他的经济方面的支持 妻子方氏苦苦破心劝导他 妹夫张孝基安排过谦去种地 经过劳动 过谦终于明白 金钱来之不易 应该好好珍惜 过滤的作用充分得到了体现 一粒老鼠屎汇掉一锅粥 我们在熬粥之前 需要避免遇到老鼠屎 熬粥之后 发现老鼠屎也不要慌乱 在农村这样的粥啊 可以喂猪 不能浪费 真正厉害的人 善于察言观色 在污水出现之前就会发现征兆 并且及时堵住源头 之后也会采取过滤措施 这样的话 家庭就如一杯美酒 令人向往 三 独处时 作为地干净的水 坚持深度 古人云 瓜田不纳履 理下不正观 在别人的监督下 你会心存畏惧 不会互作非为 如果没有人监督 还能如此 说明你的道德品性 真正高尚 出于泥而不染的人 才是真正的美酒 看过这样的画面 在清华大学里 到了午夜 仍旧灯火通明 很多学生在看书 离开了父母的监督 没有了老师的安排 他们仍旧在向上发展 孔子说过这样一个观点 生来就知道 这是上等智慧 学习后才知道 这是第二等的智慧 遇到困难了 才去学习 这是三等智慧 遇到困难了 也不去学习 这是下等智慧 做人欲望高层走 就要把学习 当成自己的本性 不要临时抱佛脚 更不能有侥幸心理 所有的本事 都有这样的规律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你想要变厉害 就要一个人 默默地蓄历很多年 读善其身 圣读是一种高度的 理性自权 不是因为外界的约束 才要来圣读的 而实在是 发自内心的一种 称和无愧于己 才要如此的 抬救一个人 道德学王水平的 高低性质如何 不光看他平时 是如何对待他人的 更有必要 看他在独处时 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是如何要求自我的 南宋思想家 新学创始人 陆九渊说 慎读即不自欺 读树守心 焉以律即 诚心待人 不放纵自己 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底线 反思自己的言行 仰不愧天天 腹不作于人 不愧于地 更不愧于自己的内心 北宋时候 臣子们在休息日 大都出门游玩 燕书却经常一个人 在家闭门苦路 宋真宗觉得 他这个人 严于律即 提拔他做太子 舍人一职 燕书心中自知其中缘故 于是就直言 对真宗皇帝说 不是我不想出门游玩 只是囊中羞涩 迫不得已 才闭门读书 了解到内因后 宋真宗反而更加喜欢燕书了 凡事都重用他 以心换心 以诚换成 真诚才能换来真心 甚多不欺人 不骗己 才能走得更稳 更远 诗人曹芷曾说 只为神明 敬畏甚度 人在做 天在看 举头三尺有神明 做人要懂得敬畏 上不欺天 下不满地 严于律即 收好本分 修好身 收好心 收获 完满人生 我想 每个人都希望成为美酒 而不是污水 只是很多人走到半路 加入了不合适的圈子 被通话了 作家韩寒说过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要看他与谁同行 一个人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指点 一个人有多成功 要看他与谁相伴 做人 就要有选择同伴的能力 也要有甩掉同伴的能力 还要有改变家庭的能力 余生不长 和内心有光的人同行 你不会迷路 作为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你的人生不会有暗夜 把光借给别人 你会凝聚正能量 中国志气 有其文化讲究 那里语气 气已载到 一碗一炷 一壶一顶 每间器物 无论外在的形质 还是内在人文 皆有学问 茶壶 筷子 屏风 这三间器物 蕴含着中国人 三种修身哲学 一 茶壶定律 壶元父 古人以元与天 认为壶中可难万物 许多诗词典故 都以此为异象 唐代诗人元真 就写过这样的诗句 壶中天地乾坤外 梦里深明 但目间 这是古人告诉我们的道理 做人如壶 要大度能荣日月 要胸怀可纳天地 上书有盐 必有荣得乃大 人这一生纷扰无数 若没有弥勒佛一般的大度量 又怎能无挂无碍 但看世事 五代十国的宰相冯道 性情宽厚 有一次冯道出镇同舟 无意中带满了父使胡瑶 胡瑶便怀恨在心 常趁罪在衙门外 辱骂冯道 可冯道却不以为然 还将胡瑶 照入府中 备办九十招待 还有一次 有人牵驴入室 驴脸挂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冯道儿子 冯道文之并不动怒 只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这可能是有人在为驴寻找施主 有什么奇怪的 蔡根坛里说 不择人之小过 不发人阴思 不念人旧恶 此三者可以远害 更能养得 不和小人纠缠 不及及于小事 就是在善待自己 北宋宅相吕端 因遭陷害 被贬还乡为名 回到家后 当地官吏豪生 携带重金 后礼来拜访他 吕端哭笑不得 言明真相后 官吏豪生脸色突变 纷纷又把礼品烧毁 临走前甚至出言讽刺 可吕端一笑置之 过了几天 朝廷宣召吕端 官赴原职 那批人又聚在 吕端家中 百般奉承 疏童气愤 想将他们赶出府门 而吕端却表示 这是人之常情 不需要心怀芥蒂 有大格局者 眼宽能容 世间是 心宽可量天下人 人生的臣服起落 世人的诽谤议论 他们都 尽覆笑谈中 二 筷子定律 曾世祥老师曾说 中国人的筷子 大有学问 一头是方的 一头是圆的 如果两头都是圆的 那么筷子很容易滚落 如果两头都是方的 那加东西 不方便 有圆头筷子才有用 有方头筷子才能立得住 这其中包含的是 中国人 无方不立的 立身原则 与无缘不成的处置智慧 一 无方不立 宋太祖赵匡胤 曾在后州当将领 在皇宫的时候 常常向皇帝身边 掌茶酒的曹冰索要御酒 曹冰说 这是公家的酒 不可以给你 然后自己掏钱 请赵匡胤 喝酒 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 他说 适中的官吏 曹冰 醉守规矩 把他当成自己的心服来对待 曹冰也因此从一个管茶酒的内侍 成为了宋朝带兵的将领 最后一直做到北宋疏密室 一个人的内心有原则 做人有规矩 才能赢得别人的青睐 如果一个人不靠谱 那么大家都会敬而远之 唐代的东都 留守 原应喜爱下棋 常和他的一位幕僚下棋取乐 有次正下棋 恰好有人送来 紧要公文 要他处理 幕僚趁他不注意 偷偷挪动了棋子 然而这一切被吕元英 看得清清楚楚 但他并没有声张 果不其然 之后幕僚赢了这一句棋 此日 这位幕僚正侃侃而谈 自己的棋意如何高超 而吕元英派人送来经营 让这位幕僚另谋高就 一个人对你放心 才能够愿意带你一起成长 如果你没有原则 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你共事 人品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也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 二 无言不成 蔡根坛里讲 持身不可太皎洁 一切侮辱够碎 要如纳得 与人不可太分明 一切善恶 嫌疑要包容的 立身处事不可太自明清高 对于一切 脏污要容忍才行 与人相处 不可善恶分得太清 不管是好人 坏人都要包容才行 清朝时期 大学士张廷玉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 曾三任会是同考官 很多官员在任考官时会借机受会 即使考前不说好处 考完之后被录取的沁士们会给考官送上礼金 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 可张廷玉不仅在入围之前 禀绝送礼 门声来答谢 他也一律只象征性地收一点礼品 重金 坚决地拒绝 张廷玉告诫自己的门声 清廉要从小处做起 不经细行 忠累大德 同时张廷玉 谨守皇帝间的官场哲学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劫愁的事不干 得罪人的话不说 乾隆评价他 既折亦既明 张廷玉死后 佩想太妙 整个清朝汉陈 想此荣誉者为他一人 太刚一折 太柔则废 一个人立身处事 要各守底线 这是做人的原则 也要圆融变通 这是处事的智慧 左宗堂曾关治两江总督 拥有如此权势声望 他从未谋取私利 大部分俸禄都被他拿出来用于 资主清朝的公共事业 出征期间他与将士同志同住 军饷脱欠时他自掏腰包补贴 为官做人 左宗堂有自己的准则 与人相处 他已同于事故 每次回家 左宗堂总是会宴请相邻 登门送礼 家人问其缘故 他说广慧之道 意愿 愿之道 左宗堂十分清楚 人性好嫉妒 亦积怨成恨 赠与恩惠 便是化解这一人性弱点的最好方法 知善恶 做事有据 为之品证 按人性 待人周到 为之情商 内心严正 未在原通 是我们行走于世间的最高境界 三 屏风定律 汉代刘夕 是名 是床障约 屏风 言可以屏障风也 古人们 常将屏风 放置在床榻之后 或是客厅里 以起道挡风 遮似的作用 这也含了中国人的处事哲学 含蓄内敛 不是张扬 红颖明在蔡根坛说 君子之才华 欲运珠藏 过于锋芒毕露的人 往往容易成为别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一个人低调 不高傲 谦逊 不紧张 便能够赢得他人几分好感 多留几分余地 冯毅 是东汉初年的 云台二十八奖之一 他协助刘秀建立东汉政权 功勋 卓助 但冯毅在路上遇到其他官员时 无论对方职位高低 都会吩咐手下 把自己的马车 驶开避让 带他人走远时 再上路 刘秀带领重将领打仗 战斗结束时 将士们喜欢聚在一起 高谈阔论 炫耀自己的战绩 以其论功行赏 但防御总会独自躲到大树下 久而久之 他为人迁 退步伐的美名也传开了 并获得了大树将军的称号 公子说 君子不自大吉士 不自上即公 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人 量有所演 药有所遮 与人相处 使对方如暮春风 1935年 伦敦打算举办中国名画展 法国汉学专家 薄熙和 蔡元培 林语堂等人 参与选画 薄熙和自认是中国通 在观览时 滔滔不绝 这张颂画 娟色不错 那张灰棕额 无疑是真品 一旁的蔡元培 不争辩 也不多言 偶尔礼貌性地 点点头示意 后来 薄熙和仿佛意识到什么 忽然闭口不说话 因为他想起 蔡元培 曾是清朝的近视 官居汉林院编修 文学造诣极高 这样一位 博古通经的大家 如此千功有礼 自己却如此过躁 他深感自己 无礼且浅薄 品现于世 信藏于身 有多大本事 有多大的才能 无需时时张扬 做人映入玉石 即使光滑脸于内 别人也能够感受 到你身上 由内而外 散发的温润 道之显表 则在器物 我们从茶壶上 明白做人 要放大格局 从筷子中 懂得历史要 内方万元 从屏风上 体物 含蓄 捐勇之韵 每个人都是 自己人生的工匠 学习这三种器物之道 可以帮我们 更好地打磨自己 雕琢自己 每个人都想变富 但是富有的标准 似乎变成了金钱的多少 其实 眼睛一直盯着钱 不是真富 唯有把智慧和金钱 道德等积累起来 才是真正的富有 因此 在变富的路上 我们先要让自己变得聪慧 正所谓 蛮干不如巧干 劳力不如劳心 那些越来越富有的人 都懂得以下三大定律 一 尾棋定律 从前 一群青蛙组织了一场比赛 比赛的规则很简单 谁能跳到塔顶 谁就是比赛的最终赢家 许多围观的青蛙 看到这座塔如此之高 他们说 你不能跳到顶楼 否则就别浪费你的精力 一些青蛙听到后 犹豫不决 配出了比赛 而另一些青蛙没有动摇 开始了比赛 过了一会儿 另一只青蛙说 你跳了这么久 跳得这么高 算了吧 当时 许多青蛙动摇了 他们的意志 撤退了 最后 只有一只青蛙 坚持了很长时间 最后跳到了顶端 这时 所有的青蛙都惊呆了 旁边围观的青蛙 很难理解 这么多青蛙已经退出了 是什么 让这只青蛙坚持到底 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是一只龙青蛙 即使你认为自己 是一个非常独立和执着的人 如果十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和看法 你的决心也会动摇 这个心理过程 就是著名的尾棋定律 当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 对于人生的发展 会有自己的想法 赚钱的套路 也会有很多的思考 但是你的想法说出来了 身边的人 就会提出支持 或者反对的建议 就算是你的父母 也有可能站出来反对 到底要坚持做自己 还是听从大家的 保罗是世界上著名的首富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经常受到别人的影响 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 是当保罗 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他在河马买了一块地 根据他的经验 这片土地 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然而 一位地质专家 告诉他根本没有石油 保罗为了安全 卖掉了土地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们后来发现 地下确实有很高的石油储量 第二 是1931年 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 大多数股票大幅下跌 保罗觉得 这是一个逢低买入的好机会 于是 他依然购买了 许多石油公司的股票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一直低迷 公司里的人 都有消极的情绪 这将会变得更糟 保罗被周围的劝说 所动摇 卖掉了他所有的股票 后来 保罗只需要再坚持一年 他就会得到 数千万美元的回报 第三个错误 发生在1934年 当时保罗对中东的 石油资源感兴趣 他计划购买采矿权 此时 油价剧烈波动 中东的石油开采权 可以用几十万美元获得 但每个人都认为 中东的动向 可能会让他付出一切 十多年后 由于最初的放弃 保罗最终 以比原价高 一千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他 后来 保罗在商场里大拼 总结出一句话 敦礼 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没有自信 你就失去了一切 一个人要变富 就要这样想 自己选择的路 哪怕跪着走 也要走完 只要方向没有错 自己也很有兴趣 那么你多折腾几次 就会看到效果 一切的流言蜚语 都不要太当一回事 人生皆苦 一切都要自度 因此 你一开始 就得靠自己 能否坚持下去 还得靠自己 久而久之 精神会出类拔萃 赚钱也会增加 二 两分钟定律 凡事先干起来再说 就有了成功的征兆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 一定要在两分钟之内就去做 否则 这件事你可能就会拖延好久 甚至不再去做了 这就是两分钟定律 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每天都有 但是我们不一定抓得住 比方说 你要去逛街 但是你拿起手机的那一刻 就不想去了 因为有一条很吸引人的小视频 让你痴迷其中 反反复复刷手机 无数的两分钟过去了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悟 有想法 没办法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我们的想法有了 办法也有了 却没有行动 毕竟 办法不是设计图纸 而是随机应变 相机而动 中国青年杂志上 写过一位叫 杰米布顿的棒球运动员 他退出球队后 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有一天 他翻出自己的旧物 发现有一个口香糖的包装 上面有他的头像 多年前 他拿着口香糖 对父老相亲 证明自己的棒球很厉害 他灵机一动 反应有宴会主角的口香糖 散发给各位来宾 一定很有意思 很快 他占有了当地 80%的口香糖市场 一个头像 一个包装 一阵风 一根铁丝 任何东西 都能让你有灵感 但也就是灵光一闪 接着就过去了 并没有因此变成妇人 行动 不是明天 而是马上 你总是比别人快一步 那么你常常是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赚钱 就容易多了 三 知止定律 错了就止损 不要有侥幸心理 有钱就止欲 不要贪心不足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如果不知道停止 就会让我们走向失败 能在赢的时候主动退场 在顶峰的时候 及时收手 否则可能越满则亏 物极必反 这就是知止定律 深度分析就会发现 人生中很多事情 都要支止 也就是及时止损 错了要改正 对了要坚持 到了一定的高度 要往回走 山姆沃尔顿 美国的一个普通小伙子 因为家庭贫困 他不得不像父亲那样 靠做油漆活赚学费 在一个假期 他承包了一件 刷房屋的事情 在完工之前 不小心把油漆 撒在了墙壁上 为了遮盖油漆的痕迹 他反反复复地刷墙壁 为此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几乎没有了利润 不知什么缘故 房主的女儿 知道了这件事 然后告诉了家人 房主非常感动 资助他上大学 并把女儿嫁给他 把名下的公司给他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变成了沃尔玛的创始人 更可贵的是 他赚得盆满钵满之后 始终很节俭 开着旧货车出门 不买豪宅 理发纸以外花五元 被人们称为 抠门的老头 一点油漆 算不得什么 但是止损的态度 值得点赞 因为没有让别人 承担损失 因此自己 也没有损失 因为尽量抠门 因此财产 没有蒙受损失 没有因为奢靡而败家 生活中 除了对金钱要止损 还要管好自己的嘴 别乱说 坚持闷声发财 管好自己的行为 不要炫耀 不要为面子买单 管好自己的内心 不要被欲望控制了 钱到手了 不一定是你的 学会止损 养成节俭的习惯 钱才会在你的手里停留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有发财的机会 也有学习的机会 关键是你是否抓得住 抓住了机会 关键是你能否坚持住 坚持住了 手里有钱了 关键是你能否留得住 成年人 想要变富 先要富脑 如果眼里只有钱 反而会作减自负 没有人告诉你如何变富 但是你时刻都在 丰富自己的思维 财富自然会和你结缘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